2020 2020 2020 我真的 我真的 去你的2020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刀七分 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点 hello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那么2020年马上就要跟我们say bye bye了 先祝酒鬼们新年快乐 那么我的2020年呢 过得真的是凄凉又悲惨还一言难尽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来种草一下我的2020年无限回购空瓶红榜 其中会包括威士忌 琴酒 葡萄酒 香槟还有啤酒 给你们的新年派对提供一些小小的建议 首先声明这期可不是恰饭视频 2020年最喜欢的琴酒 如果你是熟悉我的酒鬼 经常看我视频的话 你大概知道我最喜欢的琴酒是哪一款 给你们两秒钟时间把答案打在公屏上 1 2 猴王47 你们猜对了吗 可以说我到现在喝过无数的琴酒 月琴酒无数 我还喝过那种什么小产量的琴酒 用海带做的琴酒 但是我跟大家讲猴王47在我心目中永远就是第一 不熟悉这款的酒鬼我可以大概的讲一下 猴王47呢是唯一一款用了47种草本植物跟德国黑森林的泉水 调配而成酿造的琴酒 它杜松子的气味非常柔和 有很多果香和花香爆疼 这款琴酒就算是唇饮 你也不会觉得很刺激 反而觉得非常的柔顺好喝 那猴王47我推荐的喝法呢 就是你把杯子放到冰箱的冷藏室冷个10分钟之后呢 到上一点点猴王47唇饮就可以了 或者我会拿猴王47去做一个干马天泥 真香 那接下来2020年我最爱的威士忌就是 只跟鸟痛抢12年 上几期节目我特别讲了爱尔兰威士忌的酿造和历史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翻一下去看看 那只跟鸟12年呢是为数不多 还用单服式蒸馏的爱尔兰威士忌 以及经过三次蒸馏 这样出来的威士忌呢 纯净不是很辣 奶油味跟生姜的味道很足 这是什么神仙威士忌 那只跟鸟的喝法 我觉得是所有威士忌里面比较有体验感的 就是你需要一个比较冰的杯子 往里面加一点点汁跟鸟12年 这个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逐次往里面慢慢加水 你每次喝一点加一点水 慢慢的去体会这一款威士忌 再来一点水 真的是非常的好玩 接下来转回我的本职工作葡萄酒博主 那么2020年我无限回购的一款香槟 就只有这一款莫属了 登登 德勒蒙德勒蒙的Broot 说实在话 我不是很喜欢那种种烤吐司 种酵母味道的香槟 大家熟知的什么香槟王啊 凯歌香槟啊 都是属于这类风格的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推荐 另一种风格的香槟 就是纯净清新型 这种纯净型的香槟呢 给你带来是清澈的高酸 伴随着纯净的果香跟花香 而且我可以保证能做到这种风格 这种口味的价格还比较清明的 就只有德勒蒙这款香槟能做到 德勒蒙的喝法呢 我建议是冰镇在10度以下 我的做法是我买了的香槟 我就会直接放到冰箱里 要喝之前呢 我会提前5分钟把它拿出来 放到室内 打开喝就是刚刚好啦 那德勒蒙香槟呢 我觉得它的味道就像我刚刚讲的 纯净 还有一股柑橘 茉莉花 酸度很高 给你一种清新的感觉 我2020年无限回购的红葡萄酒 这是这款来自 索诺马的 尼托雷 红葡萄酒 大家如果提起加州葡萄酒的时候 大部分人会想到加州Napa 可是你们的葡萄酒国主 平时都在Napa县的旁边 索诺马县去喝酒的 由于索诺马县它离海边比较近 所以特别适合种植黑皮诺这个葡萄品种 而这家酒庄利托雷 我是亲自去拜访过好几次的 他们的庄主兼酿酒师 曾经在法国伯根地酿酒 然后回到加州来 它的种植方法真的跟别人很不一样 我可以说简直就是处女座 强迫症上升 我可不是吐槽处女座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他自己呢会去踩它葡萄园里的花花草草 把它晒干之后弄成一大锅茶 然后再浇回它的葡萄园里面 它还养了一大堆羊跟鸡去吃草 不用任何鸡去跟它的土地 我当时去的时候真的觉得是目瞪口呆 居然有人可以把酒做成这个level 你说这样用心酿出来的葡萄酒能不好喝 哇玫瑰花红莓树莓 特别有结构有力量的一款酒 这是2017年呢 我觉得把它放10年之后再喝也完全不为过分 最后我要推荐的 2021年无限回购的是啤酒 我的天 我居然有一天会推荐啤酒给你们 其实我平时很少很少喝啤酒 我觉得味道有一些 但而且会让我无限打嗝 根本控制不了我自己 非常的丢脸 但是我那天逛超市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在疯狂的争抢一款啤酒 我作为一个什么酒都想尝一尝的酒国主 我就跟风把它带了回来 结果OMG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当然就是这款来自俄罗斯和啤酒厂 老普林林 大家如果好奇美国精量啤酒的话 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打算给你们出一期 其实就是我想买这些啤酒来自己试试看 那这期呢就不测评这一款卖卖关子 想看的在下方留言或者给我点赞 好了新年应该喝什么 你们应该有点底子了 我做一个无私的酒鬼 只会推荐一些我空瓶无限回购的酒给你们 哎红榜有了 有人要看黑榜吗 2020年太难了 我们直接坠入2021年吧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 关注转发 明年我们再见 新年快乐 感谢你们今年的陪伴 爱你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